《創世記》第36章 以蘇就是以東,他的後代記在下面 以蘇取加南的女子為妻,就是黑人以倫的女兒阿大 和希美人祭辯的孫女阿娜的女兒阿荷利巴馬 又取了以實瑪利的女兒,尼拜約的妹子巴實末 阿大級以蘇生了以利法,巴實末生了劉爾 阿荷利巴馬生了耶烏斯,雅蘭,可拉 這都是以蘇的兒子,是在加南地生的 以蘇帶著他的妻子、兒女與家中一切的人口 並他的牛羊、生畜和一切貨財 就是他在加南地所得的,往別處去,來了他兄弟雅各 因為異人的財物群促甚多,寄居的地方用不下他們 所以不能同居 於是以蘇住在西以山裏,以蘇就是以東 以蘇是西以山裏以東人的始祖,他的後代記在下面 以蘇種子的名字如下,以蘇的妻子阿大生以利法 以蘇的妻子巴實末生劉爾 以利法的兒子是提曼、阿末、洗波、加坦、基納斯 亭納是以蘇兒子以利法的妾,他給以利法生了阿瑪力 這是以蘇的妻子阿大的子孫 留以的兒子是拿哈、謝拉、沙馬、米薩 這是以蘇妻子巴實末的子孫 以蘇的妻子阿荷里巴馬是祭辯的孫女、阿娜的女兒 他給以蘇生了耶烏斯、阿蘭、可拉 以蘇子孫中作族長的記在下面 以蘇的長子以利法的子孫中 有提曼族長、阿末族長、洗波族長、基納斯族長、 可拉族長、加坦族長、阿瑪力族長 這是在以東地從以利法所出的族長 都是亞大的子孫 以蘇的兒子留以的子孫中 有拿哈族長、謝拉族長、沙馬族長、米薩族長 這是在以東地從留以所出的族長 都是以蘇妻子巴實末的子孫 以蘇的妻子阿荷里巴馬的子孫中 有耶烏斯族長、雅蘭族長、可拉族長 這是從以蘇妻子阿娜的女兒 阿荷里巴馬子孫中所出的族長 以上的族長都是以蘇的子孫 以蘇就是以東 那地原有的居民 何利人、西爾的子孫記在下面 就是羅灘、索巴、濟便、阿娜、抵順、以察、抵山 這是從以東地的何利人、西爾子孫中所出的族長 羅灘的兒子是何利、希曼 羅灘的妹子是亭納 索巴的兒子是阿納文、馬那核、以巴陸、士波、阿南 濟便的兒子是阿雅、阿娜 當時在曠野放他父親濟便的老 遇著溫泉的就是這阿娜 阿娜的兒子是底順 阿娜的女兒是阿荷里巴馬 抵順的兒子是欣彈、伊士班、益蘭、濟蘭 以察的兒子是匹罕、撒番、阿肝 抵山的兒子是烏斯、阿蘭 從何利人所出的族長記在下面 就是羅灘族長、索巴族長、濟便族長、阿娜族長、抵順族長、 以察族長、抵山族長 這是從何利人所出的族長 都在西爾地安著宗族作族長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里爾先 在以東地作王的記在下面 比爾的兒子彼拉在以東作王 他的京城名叫停哈巴 彼拉死了 波斯拉人謝拉的兒子約巴接續他作王 約巴死了 提曼地的人護山接續他作王 護山死了 彼拉的兒子哈達接續他作王 這哈達就是在摩亞地殺敗米甸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亞美德 哈達死了 馬士利家人喪拉接續他作王 喪拉死了 大河邊的利河白人 蘇羅接續他作王 蘇羅死了 阿格波的兒子巴勒哈蘭 接續他作王 阿格波的兒子巴勒哈蘭死了 哈達接續他作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烏 他的妻子名叫米希他別 是米薩俠的孫女 馬特列的女兒 從以掃所出的族長 按著他們的宗族 住處 名字記在下面 就是亭納族長 阿勒雅族長 耶貼族長 阿荷里巴馬族長 以拉族長 比亂族長 基納斯族長 提曼族長 米比薩族長 馬基蝶族長 以蘭族長 這是以東人在所得為業的地上 按著他們的住處 所有的族長 都是以東人的始祖 以蘇的後代